大家好我是Paul 周遇到周五英文一起讀 NVIDIA这家公司 做显卡的 要是你不知道的话 那他的发音也有点 先念出N再把VIDIA念完 就NVIDIA VIDEO这个字躲在里面有没有发现 OK NVIDIA 他的CEO是个台湾人 他的名字叫黄仁勋 黄仁勋先生 他被时代杂志命名为了百大影响力人物 太屌了 NVIDIACEO Jensen Huang Named one of times most influential people One of times 100 most influential people Influential就是有影响力的 那是不是上了封面 我觉得蛮怀疑的 但总之这个报道上好像是以他为封面 I don't know 也可能只是因为这个报道的关系 所以把它放在封面上 可是我们这样也多讲一个词好了 假设你今天上了谁谁的封面的话 我们大概会说你这个人 OK 所以这个人就X Grace is the cover of什么什么杂志这样子 OK 我们把它填Y进去好了 所以这里用个动词就很有趣 Grace这个词音般来说 如果你把它想成是一个名词的话 可以是人的名字 女生的名字叫格雷斯或之类的 那你把它看成是这个形容词的话 Graceful这个词 就输了以后也不气馁 然后还是很有气度的跟人家握手 So you're graceful in defeat 我们有时候看到这样一个用法 那在这里用法则是 就登上了谁的什么什么的杂志 我们会用这个当动词 固定的用法 我甚至不太知道这个该怎么翻译 所以这个也是就像我们在讲说那个 上礼拜讲的enshrine一样 我会觉得这个词 在中文的翻译中就失去它的美感了 总之登上什么封面 那个登上我们也不会用jump或什么这个词的 也很奇怪 总之用Grace OK 好 So 他有没有Grace这个covering I don't know but anyway 我们看一下里面值得说的一些词好了 其实NVIDIA这家公司我真的也是跟在一起 他的成长有跟我的年轻时代有overlap到 OK 像我们当年用的一些显卡 甚至有一个显卡叫做Voodoo 那当年很屌 但后来就不见了这样子 那总之现在 我们知道市面上最厉害的显卡公司 应该就他们了 因为他除了有出这个显卡他的chip之外呢 他还有做了很多AI相关的一些这个科技 artificial intelligence应该不用我讲了 所以这边有讲一个动词片也还蛮有趣的 他现在得的奖啊 慢慢追上他了 所以他成立了这么多厉害的一些 达到很多的credential 得到他的一些攻击 那就后来现在 奖项也慢慢就跟上来 所以the awards are catching up with him 所以这个catch up就是赶上进度 OK so the awards are catching up with him cool 所以他们name的这个 one of time magazine's top 100 most influential people 太恭喜了 OK 好然后接下来可以看下去的部分则是 我们讲一下一个很常被大家忽略到的一个动词 能不能说很常被忽略到 大概还好 因为有时候托福可能会考这个字 所以我们看一下这边有个词叫做 呃 Found Founded 来我们找一下他创立他 来跑哪里去了 Founded oh here we go 呃这是Founder不对 好这里 所以他的1993年的时候 他创立了NVIDIA这家公司 所以你看到这个 Wang Huang Founded NVIDIA 所以这里有个词叫做Founded 呃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好奇 因为Found这个字 你可能想说不是Find的过去式吗 好所以 我们这边 呃我以前在影片里面也曾经做过这个整理 不过我们今天很久没整理了 我们再整理一次 就是Find这个字 一般来说我们理解叫找到 对不对 Find 那 他是现在是找到 那他的过去式 就是Found没有错 那他的过去分词还是Found 那现在分词则叫ing Finding没有错 所以这是找到 但我们要做的比较就来了 好 呃我把直接放到下面好了 所以 有另外一个字就是Found 所以 我们要讲就是 Find这个字的过去是Found 正好又是另外一个字的现在式 这超烦的 好所以 现在式是Find 现在式是Found 那 所以这个Find是找到 Found的现在式 我们叫他 创立创建 OK 创立 那他的过去式 很不意外的 就是加ed 所以变成Found 好所以再强调一次 Find的是找到 过去式是Found Found的也是现在式 创建建立 那他的过去式是Found 所以要是你今天 成立了一个俱乐部 成立了一个学校社团 I Founded the club 不是我找到喔 是我建立他 过去式 I Founded OK 好那他的过去分子也一样 不意外的还是Founded 那 有没有Ing 有啊 Founding 例如说 美国的那个开国援军 建国的一些几个人 他们就称他们为的Founding Fathers 那他们想强调国父似乎不止一个 所以他用的是那一群人用复数 The Founding Fathers of the United States Founding Fathers 所以不是找到喔 是建立的 开国援军这几个 好那同样的一个概念 就是只要ind结尾的字 往往有类似的概念 所以这边有个字叫做wind 可是 它是名词 风 对不对 它可以当动词 这个动词就是旋 像有的表是用旋的方式上发条来运作的 当然现在很少看到 因为现在都看到的是什么机械表 动一动它可以自己上发条 但总之 像玩具车上发条 放在地上就跑对不对 那跑了一下就没有人 再拿出来上一支发条 这个上发条的动作就叫做wind 所以强调一下 这个名词的发音是wind 动词的发音是wind 那它的意思就是旋上发条的旋的意思 OK 那它的过去是wound OK wound 那它也可以用在另外一个地方 例如说你是一个上紧发条努力工作的人 所以我有时候就会说 You look so wound up 你看起来旋的好紧喔 所以你需要去度个假 你需要去unwind 所以有这样一个很有趣的词 我这里就懒得打那个中文词 所以有wind跟unwind unwind就是把那个旋上旋紧的方式把它放松掉unwind so I'm going on vacation this week to unwind I'm going to unwind in Florida 好我要去佛罗里达 放松 所以你不要只会relax 你也可以用unwind这个词来说这件事情 好所以wound wound 那过去分词还是wound 过去式对不起 这边有打错的 所以这边应该是还是wound 所以右边这一个cell才是wound 过去式 那过去分词还是wound 那ing有没有 ing winding ok winding 用在什么地方 刚刚讲弦对不对 那如果一条路 有一条路 它曲曲折折的 我们就可以说这是一个winding path winding path 大家可以理解好 好 那一样 它的过去式的wound wound 又是另外一个字的现在式 就像刚刚说的found 是find的过去式 可是也是另外一个字的现在式 就是创建创立 所以这个字变成另外一个字 现在式的时候 它的发音又不是wound了 它变成了wound 它的意思是受伤 所以我觉得我像是个受伤的小动物 I feel like a wounded animal 所以现在式是wound 受伤 过去式要加ed 就像刚刚的found 又变成founded一样 所以这变成了wounded 所以受伤的过去式 那过去分词还是wounded ok 再多举一些例子 wounded animal 受伤的动物 你有个受伤的灵魂 you have a wounded soul wounded 大家听懂 好那有没有ing 有啊 wounding 不过 难想象它会用在什么地方就是 再讲一个就好 grind grind是研磨之类的 所以现在式就是grind 研磨 过去式呢 变成了ground 所以你早上磨了一些咖啡豆来泡咖啡喝 I ground some coffee beans this morning to make a cup of joe ok 所以ground的过去式 那过去分词还是ground 那它的ing是grinding 可以 好像在舞池里面 有个辣妹用屁股在那边蹭你 在那边转转转 so hot girl is grinding on my crotch anyway好 grind 那它的过去式 对不起 它的过去式刚刚是ground 那ground这个字又是另外一个字的 现在式 它的逻辑 我相信真理到现在你已经懂了 所以ground的这一个 现在式 变成是 呃 像父母说你 啊你犯了一个什么错 不准你出门玩耍 gentleman you are grounded ok 所以 这个ground呢 就是呃 被禁止不能离开什么地方 所以禁足啦 ok 你妈大概不会叫你gentleman 她大概会叫你mister mister you are grounded ok 所以这里的 现在式是ground 那它的过去式 呃 非常不意外的 变成了grounded 所以 啊我犯了一个错 被妈妈禁足一周 I was grounded by my mom for a week ok for a week 所以grounded 过去分子还是是的 那有没有grounding呢 也是有的 有可能的 好这个整理 希望你喜欢 那这个东西 有可能多一次会考的 不是不可能 Alright 所以他 这里用found it 就非常的正确 他创立了这一个NVIDIA 我在讲最后一个小小的地方就好了 就是 呃 兩個啦 其实 对不起 所以他们说他除了是一个很棒的CEO之外 他这里说一个 He is also a compassionate steward of his employees and a generous supporter of education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所以这是别人对他的赞予 赞扬的话 他也是一个很compassion的 就很富有同行心的 steward of his employees steward这个词啊 其实就提供服务的人叫做steward ok 所以很久很久以前 空服员 空少 就叫做steward 那在那个时候还会分男女 所以女空服员呢 就叫做stewardess stewardess ok 我最后一次听到这个字在哪里使用 你知道吗 成龙跟那个Chris Tucker 他们两个拍的那个尖峰 尖峰时刻是不是叫做Rush Hour 所以Rush Hour里面其中一集 他们在飞机上要飞去什么什么地方 然后成龙唱起了歌 那个歌就叫做 就是战争的那个歌 War What is it good for? Absolutely nothing 如果你记得的话 那总之这个地方 他唱到这里的时候 那个Chris Tucker就说 好烦喔 不想听你唱歌了 他就叫空服员来把它弄下去 还是这些的 叫他闭嘴 所以他就叫stewardess 所以那就是我最后一次听到 空服员 女空服员 备用这个字 因为后来呢 我们有了这个 性别平权的一个概念 我们就不会再分两性 甚至也早就超越两性了 我们现在常说 性别是一个fluid的概念 那也不是只有两性 要是你相信只有两性的话 那就是gender binaryism 这个词我们讲过很多次 好先跳过 所以 我们现在讲空服员 就常常会变成是 像flight attendant 是很常听到的 那我甚至会觉得flight attendant 都已经慢慢要过时了 我们现在更常听到的就是cabin crew 那这个就 这个是就超级中性的 也很OK啊 OK 所以这都是一些gender neutral 都是一些性别中性的一些词 很棒 我觉得这是社会在进步 正在progress的一个 一个一个 一个symbol 好然后我们再讲 最后一个小地方就好了 就是啊 你知道他是雅裔 他是华人 他是台湾人 那他在美国这边 做这么大的生意很棒 可是他当然也一定知道 现在雅裔正在被 种族歧视各种对待 对不对 所以他最后讲了一句话 所以他这边有讲到了 noting the scourge of recent anti-Asian violence 所以要强调一下 他最近有注意到最近的这个 凡雅裔人的这些暴力行为 so racism is one flywheel we must stop 所以racism是一个flywheel 是我们必须要把它停下来的 这flywheel大概怎么翻译啊 其实有点难 那我刚前面是不是有找到一下下 如果没有我现在马上找给你看 flywheel 好flywheel是这样的概念 他是一个那个机械上的一个device ok 那图片上来说就这个东西 我们就称这个叫flywheel 那因为我不是专业 我也不解释给你听了 所以这是一个不停在转的一个轮子 那这个轮子我们得把它停下来 所以我觉得他在里面这个批语的意思 还蛮浩厚的 好了讲到这里大概差不多了 我们介绍完了这个黄仁勋先生的这一个 得到了Time Magazine的这个殊荣 这个honor 能够grace 有没有grace.cover 好我还是不知道了 不管 应该不会是他啦 因为大概number one才会是 the number one influential person 我也不确定现在是谁就是了 好 对他做一点介绍 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内容 尤其是刚刚讲到那个 ind结尾的这些字 变成ound 的过去式 过去式又可以变现在式这个部分 我是Paul 我们下次见